右致往前行一切正常 结果没想到接下来这一幕 让骑士直接吓坏 前方白色轿车的后座乘客 突然开启右侧车门 结果竟然跳车 女子在地上滚了一圈 才又爬起来走向人行道 后方骑士吓到尖叫赶紧刹车 因为再差一点就直接撞上去了 他不该这样跳啊 那后面车子的如果没有帮我刹车 我觉得这样子会导致 那个交通上的乱象 但因不过来的话撞到 事情发生在高雄丽雅区 29号中午11点多 民众骑车行经三多二路和凯旋三路口时 结果前方白车乘客突然开车门 撑出脚跳车 连手机也喷飞十分离谱 警方透过影片请驾驶到按说明 而经过了解当天是驾驶庐男 开车载姐姐 还有42岁的外甥女张女 三个人在车上发生口角冲突 结果没想到外甥女奋而跳车 让后方的用物人全吓坏 差点追撞 还好没有发生意外 家人在车上吵架 结果外甥女一气之下危险跳车 驾驶除了被罚钱之外 还要被吊扣汽车牌照 马路车流量大 竟然不顾其他用物人安全 上演生气跳车这一幕 实在让人捏把冷汗 金新闻洋事物 陈珊珊 采访报道